大家好,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下福川大学 首先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福川大学的位置以及国际交流院 还有就是韩国语正规课程和学位课程以及各种便利设施 首先请大家看福川大学 福川大学位于首尔和仁川市中间的福川市 福川大学离最近的捷运站徒步大概十分钟的样子 我们从机场到福川大学大概需要一个小时的车程 然后如果从福川站坐地铁首尔地铁一号线 坐到首尔站的话 大概需要28分钟去首尔其他地方开车的话 可能需要一个小时左右 首先请大家看一下国际交流院的位置 国际交流院位于我们的孟堂纪念馆 然后国际馆是我们游学生的宿舍 国际交流院的院长是金莫兰院长 是我们航空服务系的教授 以及国际交流组和国际语学中心的老师们 也有我们会汉语的中国老师 我和另外一位日本教授是为我们的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 有各种困难的话都可以为大家服务 以及其他国家的各个多文化老师都有 下面给大家介绍韩国语正规课程 目前在校生一共有400多名 大概有20多个国家的学生 招生日期的话 现在我们是2021年9月份 秋节正在招生 招生的时间大概到8月中旬左右 对然后冬季的话是12月13号开学 以及明年春季夏季差不多都是在3月份和6月份开学 每星期是星期一到星期五上课 我们分为1到6级 1级和2级是下午上课 3级到6级是上午上课 同学们只要有高中业以上的学历 就可以来申请韩国语学堂 韩国语课程的话 一共有4个学期 刚才给大家说的春夏秋冬4个学期 每个学期有10周的课程 总共我们的授课时间是200个小时 也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 每天有4个小时上课时间 由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等级 1到6级组成 我们使用的教材是首尔大学的韩国语教材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授课费 授课费的话是美元 每个学期是一千零二十美元左右 这个根据每天的汇率不同也会有一点点差别 然后报名费是只有第一个学期需要交五十美元 我们给学生们的奖学金也是非常多的 各个学期的各个级别的第一名 我们会给学生们减免百分之五十的奖学 给学生们百分之五十的奖学金 减免百分之五十的学费 大概能够获得五百三十美元 最后需要大家注意的一点 就是第四签证的话 一般在韩国 现在在韩国最多只可以延长至两年 所以我们一般两年之内学好韩语 然后转成第二签证 开始上学位课程就可以了 同学们会 大家会很好奇 从零开始学习韩语的话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到大学入学的水平呢 所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般我们就是按平均情况的话 最多也就是一年半可以学成 学校的韩国语正规课程和 这个韩语能力考试 TOPIT考试的级数是完全相同的 韩语语学堂的三级和TOPIT三级也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如果要进大学的话 需要考到TOPIT三级 一般情况下大概是九个月可以完成 我们为学生们也准备了这个备考班 备考班的话 当然为在校生都是免费提供 一共有八周一个学期有八周 每星期大概是上两天的课程 除了学习以外 当然也会有很多的文化体验项目 比方说制作韩国的食物 我们学校有酒店餐饮料理系 所以可以和韩国的同学们 韩国的教授一起来尝试制作韩国的饮食 以及寝服工 韩服体验 像这种旅游节目 旅游项目 还有制作环保袋 制作扇子 以及观看演出 还有就是去乐天事件游玩 都是非常的有趣 业余生活也非常的丰富多彩 然后第三项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学位课程 学位课程的话 我们主要的学科有酒店观光经营系 航空服务系 酒店餐饮烹饪系 纤维时尚商务系 电子系 美容护理系 这些专业都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专业 在校生的话 目前酒店观光经营系的在校生 是相对比较多一点的 酒店餐饮烹饪系也是比较多 报名的时间的话 我们目前是7月5号到8月20号之间可以报名 然后8月25号面试 这样子一系列手续办完以后 9月初就可以进入下一个学期 对学生们的要求是本人和父母都是外国人的 外国人就可以申请 以及韩语 TOPIC成绩在三级以上 如果是只有本人是外国人 父母其中有一位以上是韩国人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就需要高中之前 我们都在国外上完以后 还有拥有TOPIC的三级就可以申请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表格 我们的专业里面有27个专业 专业里面有两年制有三年制 分别都不太一样 学费方面的话 一体能的学费会稍微贵一点 大概是美元的2810美元 然后人文社会系列的学费会相对于稍微便宜一点 以及奖学金也是非常的多 六级的话可以减免学费60% 依此类推 三级的话减免30% 第二个学期开始 我们就看前一个学期的平均分来减免学费 我们学位课程的活动也是特别多 有各个学科的学科体验 毕业典礼 包括学期中的夏立营 东立营 还有和韩国同学们一起做各种活动 专科拿到专科毕业证以后 我们可以升本科学位 下面给大家说一下便利设施 便利设施有很多健身房 还有免费网络都有 学习室也有 我们的宿舍是两人间和三人间 大部分都是两人间 也可以在宿舍里面做饭都可以的 最后欢迎大家来到沪川大学 谢谢 跨境国际化行列 实现未来梦想 冀州汉拿大学 大家好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 冀州汉拿大学 冀州汉拿大学位于被称为 东方夏威夷的拥有美丽天然环境的 国际自由都市 是冀州岛 冀州岛被选为世界七大自然景观之一 在这里四季都可以享受美丽的自然风光 冀州岛距离其他国际都市都非常近 到上海一个小时 到台湾两个小时 到日本东京仅需三个小时左右 这样看来冀州既是通往世界的门户 同时也是东北亚人力物力的交流中心 冀州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国内外游客来旅游 所以冀州也拥有着出色的旅游基础设施 特别是冀州汉拿大学 位于冀州岛的中心街区 这里的酒店、超市、商街等离学校都很近 对于外国留学生来说 这里生活非常便利 可以体验多种韩国文化 除此之外 这里还形成了多样的网络环境 对学生的学业和生活都有很大的帮助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大学的全景 规模虽然小 但作为实力强大的大学 我们一直提供着最好的教育 现在就来介绍一下我们大学的基北、概况 骏马奔腾即是我们大学的象征 基州汉拿大学是从1969年建立了公立护理学校开始发展起来的 在2019年迎来了建校50周年 1998年成为了一所综合性的大学的同时 更名为基州汉拿大学 2010年金兴勋博士就任校长一职 2013年成为韩国国内首家四年制本科 和两年制三年制专科课程同时运营的大学 目前设有7个学部 31个专业 共6141名在学生 这位就是我们基州汉拿大学的现任校长 校长是国立首尔大学的毕业生 并且获得了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的硕士 以及纽约州立大学的博士学位 因为校长有着丰富的国外生活经历 所以在他英明的领导下 不仅促进了我校的国际化发展 留学生的支援项目也得到了很好的推进 这是我校同时运营的两年制三年制专科学课程 和四年制本科学课程 共设有护理学部 保健学部 国际观光酒店学部 生命资源学部 建筑信息技术学部 艺术学部 社会福利学部 总共是七个学部 三十一个学科专业 纪州汉纳大学为外国留学生 开设了多种教育课程模式 学生可以申请从入学到毕业 全部用英文授课的英语课程 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韩国语能力水平 申请韩国语授课程 或申请在本国线上和在我校 线下交叉学习的 线上线下融合教育课程 冀州汉纳大学同时 还为外国留学生 运营着多种多样的奖学金项目 例如成绩奖学金 汉纳奖学金 勤劳奖学金等 多种方式的奖学金支援项目 运营毕业时就业或再升学时的 推荐优秀学生制度 以及支援为外国留学生提供 福利设施及教育设施等制度 下面介绍一下我们 鸡州汉纳大学的主要设施 这就是我们大学的本馆 锦湖馆 大学的教务处 学生福利处 事务处等主要行政机构都在这里 然后这个建筑是汉纳艺术大厅 拥有831席规模的大剧场和240席小规模的小剧场 还有展示厅等是举行各种校内外文化活动的空间 这里是鸡州汉纳大学的学舍 汉纳学舍总规模可容纳670人 南轮宿舍分离 由两人间和四人间组成 宿舍内不仅有超高速网络设施 还有舒适的冷暖设施及休息室公共厨房等 这些是宿舍内部的一些照片 由两人士四人士组成 是我们学生休息学习的空间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公共浴室 洗衣房公共厨房和休息室的照片 鸡州汉纳大学图书馆是在1970年开馆 拥有约13万余册藏书 17000余件鸡州乡图资料 1万册以上的电子图书 通过890个座位规模的阅览室 为学生们提供着舒适的读书和学习环境 鸡州岛是韩国指定的马产业特区 鸡州汉纳大学还是韩国唯一一所开设四年制马士专业的大学 不仅培养了地区社会人才 大学本身还拥有大规模的马场和室内马术设施等 这里是鸡州汉纳大学海洋休闲体育中心 是韩国政府指定的游艇资格考试团 学生们可以通过学校拥有的游艇来获得享受海洋休闲运动的机会 现在大家看到的建筑是鸡州汉纳大学国际观光酒店系 专用的教育设施 锦湖世界教育馆 建筑物内设有教室 酒店级客房 大型烹饪设施 宴会厅 即可举行各种国际活动的会议厅等设施 目前国际观光酒店系的学生利用该设施来接受各种教育 鸡州汉纳大学的新型教室也很吸引人 IT系构建的教室不仅可以作为一般讲义室 还可以作为实习场所 以及教授和学生讨论的咖啡厅系 开放式教室使用 锦湖世界教育馆会议中心 还举办了多种学术活动 这里是汉纳会议中心的大厅 及宴会厅 然后这里是研究院内部的面貌 不仅有韩国新式的软抗客房 还有酒店式的双人间套房 为学生们提供了很好的实习机会 锦湖世界教育馆内 还有传统的意大利餐厅和咖啡厅 是学生们在休息或放学后放松的空间 冀州汉纳大学作为进一步活跃国际交流 通过与纽约州立大学实习分校合作 共同运营了汉纳 Stone Group应急医疗教育院 培养先进应急医疗体系中需要的 应急医疗专门人才 以及有国际资格的护理保健医疗的人才 为此还特别开设了可获得国际认证的 专业资格证的国际教育课程 冀州汉纳大大学还拥有附属幼儿院 这里有最好的环境 优秀的教师阵容 以及出色的幼儿教育项目 冀州汉纳大大学幼儿教育系正式培养 引领21世纪幼儿教育人才的学科 这里是冀州汉纳大学兄弟医院 冀州汉纳医院作为冀州岛内最好的综合医院 有着永久的历史 它极大的提高了 冀州地区的医疗服务环境与质量 下面介绍一下我大学的特色化 冀州汉纳大学在2015年被大韩民国政府等机构认可为具有世界水准的专科大学 至今一直在推进多样化的国际化事业 特别是外国留学生引进管理力量认证及教育国际化部分 海外大学兼交流 海外就业等国际交流事业取得了很多成功 最近被评为韩国政府邀请的奖军金获得着韩国研修大学 法务社会统合项目运营 以及以外国人为对象的各种国家公认的考场运营的优秀大学 这是我校目前留学生现状 学位课程共969名 语言研修生556名 总共1025名 基州汉纳大学目前已与14个国家的100多所大学签订了学术交流协议 其中海外名牌大学之间的重点交流是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实习分校 澳大利亚 纽卡斯二大学 中国南开大学进行活跃的学生交流 会在我校毕业的或在校的留学生提供了参加合作大学间的项目机会 在韩国国内 基州汉纳大学与韩国名牌大学高丽大学建立了插班合作项目 针对我校大学专科院系的优秀毕业生 给予校方保送推荐到高丽大学继续攻读 纳学三年级和四年级 以获得名牌大学本科学士学位机会 全球产学合作部分也是不可缺的 基州汉纳大学与全世界优秀的企业签订协议 不仅支援海外就业而且还支援实习就业 此外为扩大与基州相邻的日本和中国企业 以及越南、澳大利亚、德国等海外跨国企业之间的交流 还在不断努力中 为此还提供了多种以言的教育机会 基州汉纳大学外国留学生 校园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在传统的节日里 我校举行的各种庆典 还举行体育大会 以及了解韩国、冀州文化的多种体验项目 电影节及各种讲座、演唱会等 只要是我校的留学生都可参加 此外还运营备受外国留学生喜爱的 汉纳全球导师导生项目 为学生读学后尽快适应韩国的留学生活提供支援 此外还通过运营法博部的社会统筹项目 及大学运营的多种免费讲座等 为学生们提供语言研修的机会及就业方向的指导 最后是冀州汉大学语言研修课程介绍 冀州汉大学语言教育中心 以一年资格学期制进行运营 拥有韩国语资格证的优秀教师们 以特性化的教学方法 提供融合韩国语和韩国文化的进修课程 有关入学详情请参考大学网站 最后冀州汉大大学一直以开放的心态 等待着全世界的外国留学商的加入 希望大家来到冀州汉大大学 实现大家的未来梦想 期待你们的到来 谢谢 幸福 你认为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我们为了创造您期盼的幸福价值 领先思考 挑战 行动 实现你幸福的大学 这里是大秋保健大学 引领保健医疗产业革新的大秋保健大学 成立于1971年 为国民保健做出贡献 培养具备丰富城市人品的专业人才 作为建许理念 大秋保健大学成立以来 从三个学科120名开始 目前已培育出8万多名优秀毕业生 我们拥有韩国国内最优秀的保健特性化大学荣誉 并为迈向全球一流著名大学 每天不断地成长 通过扎实的教育来提供最好的教育环境 大秋保健大学融合艺术与文化 以及自然环境的绿色环保 激进教园 培养出具备专业知识 与拥有创意思维能力的人才 于2017年 本校被评为世界一流水平的专科大学 以优越的教育环境 教育课程 以及就业条件 公认为韩国最优秀的保健特性化大学 并为培育出世界名牌保健人才 不惜一切提供教育支援 大秋保健大学在思考 为曼向英灵保健医疗产业创新 大秋保健大学在挑战 追求不间断教育革新的大秋保健大学 观察并发扬学生必备的才能和应该具备的素质 让学生在各个领域能够成为专业人才 在四个学系二十个专业运作独特的课程 并拥有最尖端设施与最新器材 因此 作为国家考试实际技术测试场地和国际考试场地 深受大家的瞩目 特性化教育课程与优越的教育环境 在各个领域取得卓越研究成果的优秀教授团队 在教育部教授学习支援中心运营上 荣获优秀大学头衔的成果 在2015年 创办了专科大学首个康复专业医院 大秋保健大学医院 通过与大学合作 达到就业实际业务实习的双赢效果 营造了崭新教育机会环境 正在挑战的大学 大秋保健大学 为了培养适合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专家 与世界一流大学 以及姊妹关系 扩大交流节目 并通过有效的国外培训和实习活动 提供国外就业机会 大秋保健大学 再行动 为实现幸福价值行动的大学 大秋保健大学 为了实现真正分享的价值和献出临屈爱心 从二十年前开始举办捐血爱心活动 通过应用专业知识的各种奉献活动 教导学生感受沟通和共鸣的重要性 针对青少年制定人堂奉献奖和普贤孝顺奖 实现为地区社会服务的大学功能价值 优先考虑学生 并不断追求教育革新 为实现进步价值而行动的大学 大秋保健大学 世界一流水平的专科大学 全球专业领导人培养大学 获得学历U-TER代表大学等韩国最优秀的特性化大学荣险 超越韩国迈向全世界 再造全球性名牌大学的辉煌成绩 无限可能性成为现实的大学 让梦想飞翔的大学 我们是大秋保健大学 大家好 我是韩国大天保健大学的中国老师曲莎莎 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学校 以及外国人留学生的入学的流程 现在您可以看到的是学校的位置 学校的位置是在韩国的中央城市大天广域市 大天广域市的位置是到首尔 坐动车呢一个小时 坐公交车差不多 室外公交差不多是两个小时 是一个交通地理非常方便的这样的城市 然后您看到的是学校的全景 这里是自习空间 咖啡厅 健身室 校内餐厅 除这之外呢还有另外的一些便利设施 文具店 健身中心等等 还有运动的操场 篮球场 网球场 部分 设备非常齐全 您现在看到的是大学的宿舍 宿舍呢是包括三个宿舍 湖联宿 飞凤宿 以及去年刚刚完工的这个幸福 幸福生活馆 幸福生活馆的内部呢 您现在可以看到是一人间 是这样的 这个是外部的 然后呢 其他的是两人间 以及三人间的照片 你现在可以看到 以及卫生间 还有公用的这个洗衣机的 硬币洗衣机的这样的照片 其他的设施呢 也会包括有 就是计算机室 或者阅览室之类的 嗯 然后包括很多其他的一些生活必备设施 现在您看到的是大天保健大学的 呃 七个学部 以及29个专业 然后现在看到的蓝色的部分呢 是2022年外国人可以申请的专业 剩下的其他的呃 专业呢 是可以在2023年以后申请 也包括这个蓝色的都是 全专业都是2023年以后可以申请 所有的29个专业之中 除了富士官类的专业 只只可以是韩国人来申请 因为它是军人的性质 所以呢 需要韩国国籍 其他的都可以 嗯 外国人留学生来进行申请 然后您现在看到的是整理下来的 2022年3月可以 外国人留学生可以申请的 这个13个专业 包括护理学 临床 病理专业 还有牙齿技工 牙齿卫生 眼镜科学 放射线 物理治疗 化妆品科学 美容护理 酒店外餐烹饪 服装搭配与形象设计 珠宝设计 宠物综合护理 嗯 然后 是这个部分呢 是我们要介绍的一个什么呢 有很多同学呢 会比较犹豫 那我想要去装科的大学 但是我又想去本科的大学 那这两个我都想 我现在没有决定好 那我们学校可以提供的一个制度是什么呢 专生本制度 这个专生本制度在韩国呢 是以深化过程这样的呼称来称呼的 嗯 这个是怎样的一个制度呢 就跟国内的这个专生本是一样的 上完三年的专科之后 然后 我再想要深造一下 拿到本科的学历 那就是再 呃 去申请一年 到时候一年之后 毕业之后呢 就是 中国教育部认证的这样的一个本科学历 当然同样可以这个本科学历来进入硕 硕士 嗯 来入学 然后开设专生本专业 说专业深化的这样的专业呢 是有齿激工 护理学 护理学呢 本来就是四年制 所以呢 它本来就是本科的专业 嗯 医学行政信息学 环境保健学 物理治疗 临床病理 社会福利 幼儿教育 作业治疗 嗯 营养学专业 放射线 以及应急救助 计算机信息 牙齿卫生 引进光学 科学调查 啊 是这些专业 然后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现在您看到的是 正式的学科介绍 您从今 现在开始看到的 这个有黄圈的专业呢 就是2022年 马上可以申请的 2022年3月 马上可以申请的专业 护理学呢 是四年制的专业 嗯 本来就是四年制 也就是直接的 这个 本科类的大学 嗯 您现在看到的是 保健医疗学部的 专业 临床病理 齿卫生 引进光学 牙齿 技工呢 都是三年制的 然后2022年 您可以申请 剩下的专业 2023年 可以来看一下 现在是保健医疗学部的 放射线 物理治疗专业 都是三年制的 三年制上完以后呢 可以申请专生本 嗯 然后呢 剩下的其他的专业 2023年 您可以挑战一下 现在看到的是 保健科学学部 我们重新看一下 保健科学学部 保健科学学部的 可以申请的专业呢 是化妆品科学专业 然后现在看到的是 社会福利服务学部 皮肤美容专业 酒店外食烹饪专业 这两个专业是 两年制的专业 两年制 毕业之后 可以直接转到 四年制大学的三年级 所以呢 同样的 对各位的 这个中科或者本科的选择的话 是不会有什么 嗯 问题的 然后 这里看到的是 保健荣复合学部 新设的 2022年新设的宠物 综合护理专业 是新设的 这样的一个专业 其他的是 珠宝设计 服务搭配 形象设计 这两个专业 2022年 各位可以申请 嗯 然后呢 刚刚 这几个专业呢 都是两年制的专业 嗯 现在看到的是 教育学部 这个教育学部呢 包括 幼儿教育专业 2023年 各位可以申请 所以现在开始我介绍一下外国人入学的事项 入学的时期呢 是这样的 所有的韩国 大部分的韩国学校都是这样的 9月入学或者3月入学 如果9月入学的话 那招生简章差不多会在6月末 7月初 3月入学的话 招生简章是在1月初 各位可以 嗯 来注意一下 然后呢 需要的身份呢 是在韩的外国人 或者境外的外国人都可以 嗯 现在看到的是 大天保健大学 我们学校的 2022年3月的 这样的一个 申请日程 提交申请书呢 可以通过 我们国际交流院来申请 嗯 或者是我们发给您这边 这个入学申请 样式 然后呢 您申请之后 嗯 同时会需要在这期间内 准备这个资料 材料 嗯 材料呢 会在之下 嗯 跟各位说明 这个材料的投递呢 是需要快递 国际快递 或者是访问都可以 就是到学校来交 都可以 然后需要资格审查 我们会在1月24号为止 进行这个资格审查 发表呢 是在1月26号 可以通过学校网站查询 或者是通过 嗯 我们国际交流院 个别的通知 我们会 大部分我们会单独通知学生的 然后缴纳学费呢 是在2022年的2月9号到2月11号之间 之前我们会通知各位 可以做准备 这时候直接交调就可以 嗯 最后呢 是合格者的登记呢 是需要来到韩国了 就是2月的12号到2月28号这之间 嗯 然后详细的步骤的话 我们会之后再来做介绍 留学的流程呢 差不多多 所有学校都是一样的 需要先是入学准备的阶段 入学准备的时候呢 首先选了学科 然后咨询一下学校 后来之后 学校呢 会告诉各位 以什么样的资料来申请 然后需要准备什么资料 然后都准备好了之后呢 把这个资料交给学校 学校审核好了之后 会给 提供给各位这个入学许可书 拿到入学许可书之后 然后拿着这个许可书 跟其他的准备的那个签证资料 投递到本地的 就本地管理的这个大使馆 然后申请签证之后 在可以取得签证之后 就准备买机票 进入到韩国了 进入生的申请资格是这样的 如果是想要直接入学的话 就是进入到装科 进入到装科或者本科 来进行学习的话 那就是需要有这个韩语能力了 韩语能力呢 是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拥有这个 topic三级的这样的留学生 或者是在韩国其他大学 或者我们学校有这个 韩语四级以上课程的 受奖确认单 这样就可以 然后如果是直接 我还不是入学 直接想要韩语研修的话 那就准备好资料 然后呢 以及需要确认各位的身份就可以 然后关于费用 以及讲学的条件 费用是这样的 入学的费用呢 是 护理大学呢 是一万八左右 教育学部 以及其他的这个 那个学部的话 大概是在一万三到最贵 一万六之内 现在所说的学费呢 是一个学期的学费 然后留学的补助呢 是校内有一部分奖学金 然后可以提供 百分之百提供宿舍 然后呢 我们学校呢 是有这个勤劳讲学生的 就是可以在办公室里面打工 这样的机会 然后呢 我们还会提供文化体验活动 一年两次 然后还有学生间的一对一帮助之类的 其他的很多帮助 然后只要是进入到我们学校 那当然是我们学生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来进行 来进行帮助我们学生 然后您下面看到的是 这个宿舍的费用的部分 宿舍包括一人室 二人室 三人室 四人室 四种 然后从31元到53元不等 这个是每天 我们是按天来收这个 就是宿舍费的 所以呢 那住的多 就其实交的多 住的少 就是交的少 按天来计算的话 这个可能会比较好 一个月的话 差不多是13万韩币 差不多600 600左右 600左右 看什么间了 那需要一人间 几人间了 然后呢 现在有的设备呢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是申请年住宿舍的话 那可以减免10%的 一年的10% 如果是100万的话 那就100万韩币 就交90万韩币就可以 然后现在看到的是 需要提交的这个资料 资料呢 现在您看到的是申请书 以及需要高中毕业证书 还有全部学期的成绩证明 还有户口本 护照 以及全家人的那个居民身份证 还有家族关系证明 以及照片 这里最重要的是需要经济担保人的 经济担保 以及收入证明 还有那个财政保证确认书 还需要提供那个银行存款证明 银行存款证明需要2万美金以上 这个需要确认一下 还有如果是要数学的话 需要提供证明含语能力的文件 需要注意的是 除了原件以外的材料 一律不退还 所以呢 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想要更详细的介绍的话 可以来咨询我们国际交流院 然后呢 我会详细的给各位答复 最近是新冠期间嘛 所以呢 我们准备了这个入境的指南 大家在网上可以很方便的看到 关于更详细的这样的介绍 乘积前 乘积之后 然后入境之后 乘积前的话 我们在出发前24小时 去大使馆指定的医院 进行这个新冠检查 然后呢 把这个检查纸给拿到之后呢 就开始乘积 乘积之后 到达韩国 需要隔离嘛 那隔离是需要跟我们学校来联系的 那这样我们可以提供隔离空间 如果是那自己过来的话 是需要处理很多事情 现在您看到的这个提交护照啊 核酸检查阴性英文报告什么的 是需要在入境之后 再进入到韩国的 就通过这个海关 下飞机之后通过海关需要给到的 然后隔离呢是14天 隔离的时候 会比较慢一点 但是呢 提供这个核泛什么的 所以呢 应该会没有其他问题 在隔离的期间 然后 从前到后 需要三次的核酸检查 第一次呢 是在成绩前 第二次呢 是到达韩国隔离处 三天之内 第三次呢 是14天的隔离的最后一天 需要在隔离解除之前 需要再检查一次 嗯 这个是关于入境 新冠方面的入境的指南 然后呢 最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咨询的这个邮箱 然后呢 邮箱地址在这里 然后 大天保健大学的地址 也在这边 如果有更详细 想要咨询的部分的话 可以通过微信来咨询 或者是可以通过 这次博览会的这个 窗口来进行咨询 详细的 我会非常 我会认真地给大家回复的 嗯 然后谢谢 希望我们可以有缘 在大天保健大学相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he Gongsan Educational Foundation was established under the founding ideology that it is a business person's important duty to contribute to society in order to improve it. In the 1990s, the broadcasting industry faced never-before-seen rapidly evolving changes by stepping into the digital age. The first chairman, Won Seek Chae, decided to create a specialized organization for educating professionals in the field of broadcasting. As a leading force in establishing the first educational institute specializing in broadcasting, the members of Dong Ha Institute of Media and Arts became the first generation to not only spearhead the media age in the 21st century, but also usher in the new era of media and arts. In 1998, Dong Ha Broadcasting College was approved as a world-class educational institute specializing in broadcasting and media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ce then, we've been annually selected as a specialized college of Korea and have become a leading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Dong Ha Broadcasting College first opened its doors as a professional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in broadcasting and media and prepared for a new transitional period ahead of its 10th anniversary in 2006. I don't think I can't look at any of the advantages of teaching at the moment. And the teachers are just like me and doing my work at the moment and doing my work at the moment and teaching at the moment. esta carne of a world-class smile and how it is. So it is also been a part of the Ind participate in rendering Qu motherfuckers, visual actor and various roles, ay fam, when I feel this has been brought out, you grown up and so over.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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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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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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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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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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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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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星星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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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汽车系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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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菲律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圆光学院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直到学生 超越就业 超越 社会和国家需要的人才 24小时 二十四小时 二十四小时培养人才的实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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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